車子開在高速公路 拆下交流道 原本要轉彎 卻直直的衝過去 整輛特斯拉 車身 車輪卡在分隔島上 汽車零件四處散落 但駕駛人卻不見蹤影 駕駛在哪 沒有看到駕駛 駕駛好像走掉了 遠景不管怎麼找 都沒有發現駕駛的蹤影 但整輛特斯拉 車頭被撞到變形 地上也有散落物 影響到行車安全 警方隨後根據車籍資料 找到了車主 羅姓駕駛才坦承 喝了兩罐 鋁罐的啤酒 反駕駛不慎撞上分隔島 因為害怕被罰 才會汽車跑回家 於基金交流道 北上出口前 有一致小客車致狀事故 造成車輛毀損 現場無人傷亡 駕駛酒測值超過法定標準 全案已請台灣基隆地方檢查署偵辦 警方進行酒測 酒精值是0.32毫克 喝酒不開車 現在錯誤的行為 除了把愛車撞毀 還要吃上公共危險罪罰單 真的是得不償失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